蘋果之間公司 上個禮拜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產品發表會 我還記得大概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我好像每一年都會看 一年好像還看兩次 反正就在說一些什麼 他們的新產品 最新的生活方式 什麼之類的東西 那自從Steve Jobs死了之後呢 他們基本上 每一年發布會 發表東西都一模一樣了 什麼電話上的鏡頭 像像素增加多少 內存增加多少 用什麼加速卡 一堆我其實根本聽不出來差別的東西 但是今年不一樣了 今年Tim Cook做了一樣東西 他們用一個影片來開場 是一個來敬拜大自然 Worship Mother Earth的影片 剩下的垃圾如果你要看的話請你自己上網找 也就是說這個大自然是一個人 然後呢他很生氣 是一個神 然後他很生氣 因為每個大公司都在說什麼他們幾年幾年後要怎樣 但是蘋果很厲害 他為了要蘋果這個公司 為了要迎合大自然這個女神 所以就做了各式各樣的改革變成多麼環保 多麼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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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環保很好 我個人是非常注重環保的 我從來不亂丟垃圾 我也不浪費 不過這不是我想要討論的重點 我對於環保跟節儉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聖經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要浪費 不要奢侈 凡事要節制 我想討論的是 Mother Earth Mother Nature 大自然這個女神 很明顯我們的社會 就是正在回到一個史前的社會 回到一個多神論的一個宗教當中 一個跟基督教 猶太教 天主教 完全相反的一個 巫師 巫術 沙滿教的一個社會裡面 Tim Cook 蘋果的CEO 坐在那個地方被質問 他必須要對一個 更高的智慧 更高的權柄而負責 那這個更高的權柄是什麼呢 是神嗎 很明顯的不是 而是Mother Nature 大自然 大自然之母 大地之母好了 OK 是一個自然的靈 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就是 當人開始發現唯一的真神 我們的神 基督教的神 他還有他的人生的改變 真正的神跟世界上所有這些假神 最大的差別 最大的不同就是 這些假神 這些大自然的神 基本上就是一些 大自然的神 OK 他們可以控制什麼樣的東西 OK 他們是屬於一個 下等的世界的一部分 OK 就像我們這個樣子的一部分 OK 什麼火神助容啊 水神公公啊 反正就是火神能控制火 水神能控制水 風神能控制風 土地功能控制土地 然後而且還有不同的行政區域 OK 台北市的土地功管不了台北縣的人 各式各樣東西 然後每個山都有不同的神 去日本的時候 你就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 OK 這座山的神 有一天呢 跟這條河的神打了架 然後呢 就一刀砍了這個石頭的神 把這個石頭神劈成一半 然後你看這個石頭變成一半 就是山神 河神還有石頭神的證明 一堆就是唬爛的東西 就跟希臘的神一天到晚沒事做 然後存在的目的 只是為了要演肥皂劇 給世人看的概念 但是基督教神不在這個世界裡 不在這個宇宙裡 而是在整個宇宙的外面 我們的神不屬於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這個世界是他創造的 他是不改變的法律 不改變的律法 他是完美的 然後他透過愛 來創造出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 還有宇宙萬物 然後告訴我們說 不要敬拜這個世界 或這個世界上面的東西 不要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而是要成聖 跟隨聖靈 要用我們的靈來敬拜他 那蘋果這間 目前領導世界這間公司在說什麼 他就說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要敬拜世界 我們要敬拜大自然 大地之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確保這個世界 這個肉體上物質上的東西 是符合這個世界的神的開心的 天空之神開心 海神風神 這些神 我們有的時候是要服從的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打敗的 就像我們以前小時候玩的那個遊戲 眼龍騎士團裡面什麼空魔神 火魔神 水魔神 土魔神 我們可以打敗他們 這些神是會死的 我們人是可以做到這個 人定勝天的概念 那我們節目的觀眾 長期以來有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應該就可以了解我現在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會有對於這個樣子的 什麼是神的這個屬靈上面的敏銳性 但是絕大多數看那一段這個五分鐘的影片的人 只會覺得說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很聰明耶 擬人化耶 對不對 大自然的女神在幫助蘋果的CEO 幫助我們的科技升級耶 幫助我們更環保耶 不會發現這個影片在傳達的訊息 跟這個樣子的內容 是跟創造我們現在社會 現代文化 建立美國的這個國家的信仰 完全相反的 但是那個信仰 同時卻又是最普遍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宗教 歷史上每個國家 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文化 在基督教出現之前 信的都是那一套東西 大自然是神 多神論其實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一個宗教信仰 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宗教 然後當我們的國家 當我們的社會 在放棄基督教信仰的時候 我們就會非常自然的 回到那個樣子的宗教當中 我的牧師之前送我一本書叫做Return of the Gods 這是Jonathan Kane寫的 裡面就講的就是這個樣子的內容 就在講說我們現在正在回到當時迦南人 獻祭小孩那個敬拜邪教的那個大自然的神 來取悅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邪神 這個就是現在在發生的事情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我們現在的人以為我們很先進 覺得我們是歷史上最先進的人 但是其實並沒有 其實並不是 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 只可能有兩種選擇 或兩種的可能 一個就是選擇一個好的 良善的 唯一的 有愛的 而且在歷史上一直以來都存在的神來敬拜 不然就是會選擇一個壞的 邪惡的 眾多的 充滿毀滅性質的 而且也是一直在歷史上一直都存在的一個 很多神來敬拜的東西 那講到邪靈或者是邪教 這個有個事件奪取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目光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來討論一下 OK 這個消息是來自於我們南邊的鄰居墨西哥 他們的UFOologist UFOologist OK 飛碟學家 上了他們的國會 展現出來一個最新的外星人 OK 說這是 幾千年前已經變成穆乃伊的外星人的遺體 OK 然後你看這個 OK 這個外星人的遺體 兩具遺體 看起來就像一個 類似像一個做得很粗糙的兵馬俑的東西 可能是用陶土做的 看起來比較像用水泥做的 或者是如果高級一點的話是石雕吧 那這個外星人看起來就像 就 就很像我們電影裡面會看到的外星人 類似這種ET那個樣的東西 就像比較類似那種花園裡面的擺設 OK Sorry This is the best I can come up with 總之就是真的很像電影裡面看到ET OK 然後他們說這個是真實的外星人的遺體 沒有人類的DNA 也沒有人類的外星 就是一個真正的外星人 所以外星人是真正存在的 就算看起來很像一個很粗糙的水泥工人做出來這個作品 如果這是個生物的話 OK 這個生物沒有骨骼 沒有關節沒有內臟 然後而且跟我們一樣有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兩個鼻孔一個嘴巴 然後兩個人死掉的姿勢都一模一樣 這是一個生物的可能性 基本上對我來看雖然我不是專家 我覺得是零 但是這裡有個很重要的重點 總之 那個不可能是真的 就連專家教授都出來說這不可能是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CBS的報導 他們是1,000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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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you get too excited on this Mausin has a history of making fantastic claims that have later been proven false no fantastic we spoke with an exper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o says that these bodies are definitely not aliens they are Peruvian mummies whose bodies were modified post-mortem and I think that makes a lot more sense personally is he willing to release the bodies for an autopsy and let's yeah 說真的 我認為就連秘魯人的木乃伊 我覺得都不可能 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沒有關節 沒有骨骼 沒有內臟 沒有皮膚 就算這個木乃伊的說法 比較有可能 總之就是 不可能是外星人 因為外星人的存在其實就只是 這些左派跟自由派這些無神論的人 敬拜著撒旦而已 然後平常這些東西都不會出現 但是只要有什麼經濟不景氣 戰爭發生 或者有什麼災難 海嘯 或者佛州有這個叫什麼 颶風的話 或者加州有一次的這個這個 有史以來 第二個颶風之類的 或者什麼政府有什麼醜聞 或是什麼天主教 又發現性侵小孩 就會有那種很爛的 小時候很爛的招數 就是你看 外星人耶 你看 有飛碟耶 那 那 或許這個是什麼水泥做的 OK 撒旦叫的儀式的物品 或許只是某個 no nino 摳魯分不清楚 生物跟水泥有什麼差別 但是 我們所有的新聞標題都會寫 墨西哥發現外星人 墨西哥 墨西哥 國會展現外星人的遺體 兩具干絲的外星人遺體嗎 墨西哥 國會探討一千多年的這個 一千多年前的這個外星人遺體 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只是我們人類不相信神 不相信造物主 不想要遵循律法 不想看清事實 不想承認對錯 然後在地上隨便找一個東西 OK 或者是磕出來一個東西 跪著拜而已 我們只希望可以證明說沒有神 所以我們可以崇拜我們自己 因為如果沒有神的話 我們就可以是自己的神 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多神論 Pagan Religion裡面其中一個神 各位看到這個墨西哥的國會裡面的外星人 可能會嘲笑 怎麼會有人這麼no nino kolu OK 拿水泥就在那個地方拜 但是 其實道理跟全世界最大 營收最高的蘋果公司賣的這個 在拍剛剛拍出來這個 mother nature 大自然之母 想要達到的效果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都只是想要逃避現實 逃避真理的駝鳥心態的 no nino kolu而已 那我可以證明這一點 那這就要回到我的老本行 服裝設計 最近有個影片爆紅 是一個男的 偷偷溜進去的時裝展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或是哪個時裝展 在哪個伸展台上面 上面寫的是Fashion Week 可能是在紐約吧 那這個影片會爆紅 並不是因為這個男的怎麼樣了 也不是因為他被保安壓倒在地 還是什麼的 會爆紅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Fashion Week的觀眾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們看起來好像沒有發現任何事情一樣 OK 在那邊看著 每一個人都跟自己說 哦 你看 這就是時裝展 對不對 這就是 High Fashion 就是名設計師設計出來的東西 OK 就是一個 Old Navy的橘色短褲 然後 頭上一個透明的垃圾袋 然後再外加上一個塑膠的浴帽 OK Magnifique Chic Fashion 事實上就是我們每個人都看過類似這樣的東西 OK 現代藝術家展現出來的東西 全世界各地都有Mocha OK 都展示 就是一堆現代藝術家展現出來一些 不是美麗的 也一點都不複雜的 也很明顯沒有花太多時間在作畫或雕塑的 看起來就像我40歲的女兒畫出來的東西 根本沒有差多少 但是一個社會的壓力 一個所有的這個專家教授 時尚達人 我們的文化沖滿了這些 這個西裝筆挺 又有錢又有閒的這些藝術家 然後在那邊假裝看著一堆垃圾 好像在看到什麼寶藏一樣 好像這些所謂的現代藝術有什麼更深的含義一樣 天哪 不要看這只是一個黑色的正方形 裡面其實有非常深的含義的 OK 我記得我在讀藝術學校的時候 為了這幅畫 OK 寫了一篇文章 就在講說我看到這幅畫的感想 我當時我找了一堆廢物的資料 結論就是要我們要有不同的五種不同的眼光來看這幅畫 OK 我來告訴各位 你是要怎麼樣在藝術學院生存的 第一個就是 這是一個歷史上第一幅這個樣子的畫 不是在畫什麼東西 而是純粹的一幅畫而已 第二個是這個代表這幅畫的生命是有起源的 這個作者是在1915年到1930年 畫了四個不同的黑色正方形 這幅畫不只是一幅畫 而是代表了這個畫家的生命跟成長過程 不只是這個樣子 這幅畫還代表一個革命性的創作 在其他的畫家都在以各種色彩 還有多樣性形式來畫畫的時候 這個畫家給了我們一個簡單 樸實舒適的一個創作 他畫的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風景 而是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 他想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 第四個 這是一個第一個現代藝術的象徵 就算很不起眼又很簡單 但是卻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卓越作品 一想到1915年的12月的時候 就一定會想起這幅畫 這個畫家使用了藝術都沒辦法形容 文字都沒辦法形容的方式 來把這不完美的作品完美的呈現 第五個就是看這幅畫的方式 是沒有正確的方式的 你想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你可以拿這幅畫 來代表任何時候的歷史情緒情節 就連在這個作者 死掉的1935年的時候 這個作者死在蘇聯的控制的 這個Red Square上面 這個Black Square 代表著一整個世代的藝術家 跟設計師的悲哀 搶吧 我們人就是這麼弱智 那這樣的東西是怎麼誕生的 OK 是怎麼發生的 這樣子的東西 怎麼會成為一個藝術品 OK 一個黑色的正方形 可以有這麼多的廢話來吹捧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藝術已經跟現實 還有美麗脫節了 現在藝術家 我之前PHC有做過一集 算是觀看量很高的一集 然後裡面那個留言區 就好多現代藝術家 上來罵我跟我太太 說我們不懂 自從照相機取代這個畫作的 跟雕塑之後 你們都看不到藝術家 想要傳達的訊息跟更深層的意義 他們說的沒錯 現代藝術為什麼會變得這麼難看 就是因為現代藝術 其實是一個自我表達 跟自我崇拜的一個東西 跟我們的社會的左派在做的事情一樣 藝術變成了一個反對美麗 反對藝術 反對真實的東西 變成了一個衝擊性 有這個毀壞的能力 毀滅性 要來摧毀美麗 要用垃圾取代藝術品的革命 所以當我們脫離良善 現實 美麗 the good the truth the beautiful 我們的社會就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社會就是會敬拜 mother nature 大地之母 就是會敬拜 用水泥做的外星人 就是會敬拜一個 一個人穿著垃圾袋 頭上戴著大創丸的浴帽 走在伸展台上面 然後每個人會無腦的敬拜 我們幫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神 就是我們自己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